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诶 那么今天这一集呢 阿炮就要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一些特殊的礼包 究竟呢他们的CP值高不高 值不值得你下去课金 诶 这一阵子好像出蛮多的礼包诶 像九州纷争这边有出一个礼包 我们等一下呢再跟大家一起来讲解 好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不妨先帮阿炮点一个赞 订阅并且开启小link的 你就可以收到阿炮最新资讯 那我们就这片开始 LEGO 那么这边先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最近这个疫情啊 真的是爆发的太突然了 那么阿炮本身呢 也是刚好住在综合 生活在一个疫区的感觉 心情真的是蛮复杂的 有时候想要出门买个东西 但是就会思考很多 诶 有必要吗 有必要出门去买这个东西 然后最后呢就变成是在网路上面订购 那因为现在疫情比较严峻 所以也都是零接触 所以说他们东西送来 就直接放在我家的楼下 印象最深刻就是阿炮上次订了10箱的水 那一个班的啊 真是他妈的一个超累的 GAME OVER 比较庆幸的啊 就是还好阿炮的家住在2楼 那么如果有人是住在4楼的朋友 哇 我真的是不敢想想 这边有观众是住在那种公寓 然后是4楼的吗 哈哈哈 辛苦了辛苦了 那么最近呢好像都一直有在听说 诶 准备要封城了 诶 但我真的是一个生活白痴诶 那要封城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先准备什么东西啊 如果有比较清楚 比较建议的 例如说买一些药品啊 或者是要准备什么东西 如果比较清楚的朋友呢 在下方留言板跟阿炮提醒一下 好 那我们就来开始进入我们这一次的主题了 诶 这边先跟大家提一下 这个独宝周卡 你之后买呢也是OK的 他会补寄给你 反正你不管是什么时候课 最后呢你都是可以拿到21张的 好 那我们就来带大家看一下 天命里面的这个礼包 CP值究竟高不高 我们呢可以先到这个真诚商店这边 来了解这一些宝物究竟价值有多少 那这边我们先提一下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千万不要花你的积分 来买这个天命之魂 如果你要买天命之魂的话呢 最好就是直接买这种组合的 30个1万2对不对 哇 这边30个的话就要3万了 差非常多 所以这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个积分千万不要来买这个 单颗单颗的天命之魂 再来进阶石的部分呢 一样是来买整捆的是稍微比较划算 那么这边这颗也是可以买的 这单颗单颗的 因为这价钱大概就只差了 只贵了一点点 再来呢我们就要开始算 这些积分有价值多少钱 我们先以龙魂玉去算 我把这个先缩小好了 我们直接以龙魂玉去算 1000个龙魂玉需要5000的积分 那么1000个龙魂玉大概是价值333的元宝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用5000去除以333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你花1元宝就可以拿到15的积分 OK那我们就可以回到刚刚的礼包来仔细的算一下 那么这边如果全部都通过一共是可以拿到1100个天命之魂 还可以拿到700颗天命进阶石 好那这个天命之魂一颗是价值400的积分 然后我们再除以15 所以光这两个东西呢就有价值了差不多快30000的元宝 那我们天命进阶石的部分呢也以它是整捆的价格下去算好了 所以就是700乘以40 然后再除以15 所以这边是价值1866的元宝 这样加起来差不多就已经是31000的元宝了 好那我们再来把其他的呢也加起来 我们就直接算31000就好了 然后你直接除了还会送你6000的元宝 然后呢这边还可以拿到6000的龙魂玉 就相当于2000的元宝 然后再高级招募令就相当于差不多1500的元宝 OK所以光这些其他的东西加起来呢 这些价值就有4万多的元宝 再来这边呢是还可以拿到一个永久的称号 然后它的这个数值呢是攻击加2% 还有生命加2% 这边我稍微来提一下好了 这个称号拿到的属性都是可以叠加的 就是说你不管你是挂什么称号 这些数值都会加到 就算你不是用这真诚王者的称号 你一样这些数值都加上去了 因为之前有这个有一个观众问阿炮说 我这个称号切来切去为什么都不会有这个数值上的变动 因为他是全部都是会加的 在你一开始拿到这个称号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这数值加上去 那时候就会跳过一次 那么以现在阿炮这个账号整体的硬体情况 要再去多加2%的攻击跟2%的生命 差不多是要再花40多美金左右 那我们这边呢就算他40美金好了 等于说我们是花60美金 然后去买到4万多的元宝 也就是说如果以阿炮这个账号 现阶段的情况下去买这一包的话 那么这一包就是一个四折的概念 那当然如果你的VIP程度越高 你的战力越高 要去拿到这2%的攻击跟2%的生命 所花的钱是会多更多的 所以呢这整体来说阿炮是蛮推荐 V12以上玩家是可以来考虑购买的 那么你的VIP程度如果是跟阿炮差不多的话 那我就觉得说可以先不考虑 然后等以后 以后如果这个V真的不小心越爬越高 那时候再来购买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去看另外一个九州纷争 这里面有一个纷争之路 纷争王者的礼包 那么这个CP值计算的过程 又是比上一个这个算起来还要复杂很多 所以阿炮就直接告诉大家结论 那么这些其他东西的价值加起来呢 大概相当于5万元宝 再加上这边可以拿到一个纷争王者的称号 那他一样是可以加2%的攻击力 还有2%的生命 所以整体来说呢 是比刚刚的那个天命的礼包还要好 再加上天命礼包里面的东西 可以靠着时间慢慢的去累积 那么这一包纷争王者里面送的东西呢 就比较偏向于元宝 比较一些重要的资源 不过呢因为解锁这些奖励啊 是需要透过爬关卡的 那一时之间也不能马上拿到 所以呢这一样也是推荐给V12以上的玩家再来考虑 那么如果像你已经刻到王爵的朋友 这两包你就不用考虑了 直接就是买下去了 因为光这个称号所带来的数值提升 搞不好就已经远远超过这个100美金了 等于说这旁边的东西啊都是多送的 那么接下来呢就要来介绍一个CP值爆表的礼包 之前已经介绍过了 但是因为最近还蛮多新进的玩家 怕他们可能会漏掉 所以这边呢阿炮再来跟大家提一下 那就是我们的试炼王者的礼包了 那么这个礼包对于小V玩家来说 我之前阿炮是有讲到说小V玩家最推荐就是跟美人的活动 CP值是最高的 那么再来第二高的部分呢就是来解锁试炼王者了 因为这个礼包光是送你这36个袋子 就已经远远超过100美金的价值了 更别说这边还有10个红盒子 然后呢这一包一样呢也是可以拿到一个称号 一样是2%攻击跟2%血量的加成 所以这一包呢只要你是V9以上的玩家 阿炮都是蛮推荐可以入手的 那么如果你是V9以下的玩家呢 阿炮是建议说就是把这个钱呢存起来 每次的美人一出就跟着这个美人的活动 就是专门去克美人就好了 好再来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炼狱塔里面的这个礼包 炼狱王者 那这一包就比较好算了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40元宝嘛 对不对一个大便 那这边一共可以拿到800个大便乘以40 那光大便的部分呢就有32000元宝 再加上一些哩哩扣扣扣 差不多也是4万出头 再来这边可以拿到一个炼狱王者的永久称号 一样是加2%的攻击跟加2%的生命 所以V12以上玩家有缺装备之魂的话呢 也是可以来考虑购买的 再来下面的一个礼包在至尊段位赛里面 这一个叫做什么名字啊 叫做威武将军 那么这一包跟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 他是有限时的 他的这个称号只有持续25天 再来就是你要解锁下面的奖励呢 你必须要在这时间内呢打满80场 我觉得对于这平民玩家来说 要赢到80场算是蛮有难度的 所以这一包威武将军的话 阿炮就觉得这个王爵以上呢 再考虑来购买 好那么阿炮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边希望啊 对你们会有帮助 那么在影片的后方呢 也会有一些实战的对决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如果你有其他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板提问 更谢各位的收看我是阿炮我们 下集再见 买买 突然之后 我们下集再见 攻减 为难免 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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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